近日,南京一养猫人为了宠物的美貌 花费近万元人民币给自家猫咪割双眼皮 一时间在网络上掀起了不小的热议 对于这种宠物美容的话题 2月28日,中国新闻社记者走访了专业的宠物审调机构 受医称宠物的美在于自然 并没有专门给宠物做双眼皮手术一说 宠物整形手术更是一种夸张的说法 当天下午,记者来到位于南京市建业区的 AMC中心动物医院 现场看到,不少宠物猫和宠物狗 因为生病被主人送来治疗 对于网友热议,为了美容 才对宠物猫进行割双眼皮的做法 有着数年受益工作经验的赵建民并不赞同 看网上那个,他的那个做的图片 也就是因为他可能是上下眼睛 对于宠宠宠宠宠那方嘛 把上下眼睛给他切掉一点 然后给他缝合了就行了 是一个病理型的做的一个手术 不是网上所谓的给他割双眼皮 就是人为他为了他好看 没有所谓的割双眼皮这个说法 没有这个猫狗说是双眼皮,大眼皮这个说法 赵建民告诉记者 他们不鼓励给宠物做美容手术 赵建民称宠物的健康才是宠物主人关心的 而不应该把心思放在宠物的整形美容方面 宠物不是玩具 他呼吁大家一起善待身边的宠物 这个小猫他的眼睛就很大很好看 他假如说有眼睛内方的话 他可能会流眼泪 就这边的颜色比较多 蜂蜜物比较多 正常的话就你看 已经很美了 没有必要再去给他做割双眼皮了 割双眼皮对他来说就是一个折磨 既然是自己的宠物 当然要好好的爱他 去宠着他 你看多可爱 小白 坐下